有观众打电话诉苦说呀 他们的房子马上就要交了 不过现在却出了麻烦 我们还以为肯定是房子质量出了什么问题 可是再一段呢 还真不是 他们说呀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买的究竟算什么房子 那么2005年10月份的时候呢 听说明天第一城开盘了 单价在5500块钱左右一平米 然后由于它建筑面积比较小 所以说总价呢也不高 一套房在50万以下 456万这个样子 自己还是能够接受的 您看这就是吴先生买的房子 步行设计一目两难 有厨房有厕所 这不就是住宅楼吗 难道还有什么疑问 我们这是公立办公 一直就是公立办公 一个公立办公 公立办公的什么概念 你怎么解释一下 这又可以办公 我可以也能说到居住啊 根据轮面各务需求 想比如说小住宅 小办公的办公 都都不想外 原来当初开发商 是以公立办公的性质 立了向 公立办公 不明思义 买了这楼 你是想住还是想办公 随您便 如此 公立办公 还是这个楼盘的一大卖点呢 盛楼小姐当时 提出来一个 就是卖点 既可以用来居住 也可以用来办公 这一点呢 就打动了我 因为虽然说当初买房的时候呢 是以 就是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 但是自己呢 也一直在想 做一个 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想成立一个公司 一套住房两种性质 这无疑给购房者 增加了选择的机会 其实最具有获利的 还不止这个 订房的时候 是消息明确告诉我 薪水都是按1.5来收的 并且告诉我 这个房子都是住宅 就是我买的 我买的房子 肯定是住宅 不用担心的 就是说你以后 可以办公 注册公司 这些东西都可以 大伙之所以 在楼盘的性质上 这么较真 就是因为 如果买了符合条件的住宅 可以享受优惠气税 为了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开发商还在 2015年的故事上说 代州气税 与公立办公的立项无关 这一下 大家踏实了 不但可以用来办公 还可以享受 稀税优惠 这便宜 全让自己捡了 可以做一个 洗衣店 然后这边就可以 把一些 洗好衣服的一些架子 小布那边 拆开之后 里面可以做一些 技衣的设备 如果以后 有实力的时候 可以注册一家 小的公司 或者是一个 小的工作室 用来以后 经营一个 什么小的公司 或者什么的 都可以吗 当时怀着挺 挺期待的心情满 那时候 大伙纷纷工挂着 自己房子的未来 沉浸在美好的想象当中 可没想到 之后 急二连三 受刺激 签了合同之后 只有半年的时间 北京市政府 就出台了一个政策 就是说住宅 不准办公 我就感觉挺失望的 当初奔着 公寓办公来的业主 确实有点失望 不过 对大多数业主来说 买房本来就是要住 所以这点刺激 也算不了什么 相反 小区不能开公司 大家伙还落个清静 可之后 第二个刺激 就让人有点受不了了 在我马上收房 之前的这段时间 就是4月25号 台湾商突然在网站上 公布了一个消息 说他们刚刚接到 跟这个东城地税局 重新沟通过 我们房屋汽水缴纳的问题 被东城地税局告知 所有的明天第一城的 住宅业主 也就是公寓业主 需要按照3%的这个税率 来缴纳房屋汽水 那么之前说的 这个1.2减半征收 优惠政策这个呢 我们就是享受不到的 我的这套房屋的总价 大概是40多万 那么如果按照 3%征税的话呢 我大概是要交 13000块钱 大概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它 可以满足这个 减半征收 汽税的这个 优惠条件的话呢 我可以省6000多块钱 在开发商的网站上 我们找到了 4月25号发布的 这则通知 从内容上看 和两年前的通知 自相矛盾 这是怎么回事啊 当时您的通知 我也看到了 说一遍 我还是放心了 说得立效不高 你看到就是等着 等着凌晨湾一个月 到这儿就赶了 那不是拿合同去了吗 那不是 电视局那边 也没实际了解 我们这项目的 您当时不是这么多 确定的话 就说明您已经咨询过了 是 是咨询的 并没有拿合同去啊 对啊 您干嘛不确定 好啊 这事 现在 您也好 这这这 所以说我们也伤害 你们也伤害 对啊 您也伤害我们啊 伤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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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已经受到 照工作人员的说法 是因为当初 没能跟地税部门 充分沟通 才造成了今天的结果 这下 业主们别提多郁闷了 当初盘算的是 既能开公司 又能少交税 现在呢 两头全都没占着 紧跟着 有的业主 又看到了一篇报道 这下 大家更受刺激了 搬家杂志 称我们那楼盘是 别姓楼盘 后来大家就讨论 然后就互相交流 才知道 我们现在买的房子 不是住宅 它是非住宅的东西 我就觉得不能接受 因为水电器啊 什么的 以后都肯定 有很多东西 都是搬着那个住宅来走了 然后很多未知的东西 都就会等着你去 你现在如果说 是以非住宅的 那个方式交房 我是不能接受 我肯定不能接受 非住宅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在安家杂志上 查到了那篇报道 报道称 明天第一成 是北京地产七大异常楼盘之一 属于变性楼盘 异常点 弓箭立项 做住宅 这种项目可能面临的问题是 是否可以如普通住宅一样 转入户口 房屋产权证 是否可以顺利办理 等等等等 对我来说 主要是排斥问题 因为你土地是动 你如果是弓箭项目的土地的话 我户口落不到这里的话 那我孩子户口就悬着了 因为什么 我的户口在人才 人才只是保留你人才 就是你是人才这方面的人才给你落户口 孩子户口他们不给你落的 那这样的话 你会向先生面临这个问题就麻烦大了 那我我现在让买房子了 我户又回不到这里来 我仍然在人才 那我孩子户口怎么办呢 我们也就这个问题 询问了开发商 得到的回答是 暂时怎么说呀 暂时没说 暂时没说呀 是 问题是 现在不说 替罪这一档都这 我们也不敢保证了 所以只能 您不保证 您当时买的楼 您先说呀 我们恒恒千楼 您看明白了吗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 就是原本呢 是用住宅的家 买的商用楼 可是现在呢 却变成了住宅楼 却得交商用楼的税 而且呢 连住宅楼的待遇 也可能享受不到 按说呀 房子都是房子 都是一砖一瓦盖的 都是零压历史卖的 都是买房的人 一分一分贷的 那我们怎么能够想象 房子还会变性呢 眼看就要收房的时候到了 这房子叫做 明天第一城 我们也希望 问题明天就能够解决 可别拖着 永远的明天的明天 再解决 阳光污染 会对肌肤内外带来侵害 我来啊 想去 好